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 OK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 一家A13 Pro 然后它还有两个礼品啊 一个蓝牙耳机 还有一个有线耳机 太call了一点 现在还送有线耳机 我买的是16加512的版本 是超跑磁白的 算是限定的颜色啊 我并没有买旗舰版本 因为这台一家A13 Pro 对我来说是一个备用机 就算是大家把这台机 作为一个主力机来使用的话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它的这个旗舰版本 就是24加1TB的 除非你对内存容量要求比较高 不然的话16GB内存和24GB内存 是没有太大的差距的 这个落差只有我们心里有落差 实际使用上是没有太大感觉的 打开包装 老感觉啊 说实话现在安卓手机都手感都真的不差太多 哇 上手一下就能感受到这种陶瓷背面的这种温润质感 是可以感受到的 我现在用的是小米14 Ultra 它的背部是素皮的 素皮的这种质感除了不滑不一脱手之外 我个人是不是很喜欢的 它不如玻璃来的那么的舒服 而陶瓷要比玻璃还要舒服一些 我手中的这两部手机它们的三维非常的像 宽度都是75.3 小米的这一台厚度稍微厚一点点 然后长度呢一加的稍微长一些些 所以手感上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一加的这部手机我握在手里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因为它没有这么突出的相机模组 所以这台手机说实话刚拿出来我放在手里 这个手感是要给予好评的 一加这一部A3 Pro这个手感确实是不错 没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然后我手里的这一部是陶瓷白的 它采用的是真陶瓷啊 不是假陶瓷是真陶瓷 这个手感也很温润 然后这个白呢并不是那一种一抹白 而是中间是有一点点这样的纹理的 树状纹理的 因为它是A4系列不需要做的那么稳重 所以加入了这种运动的元素在里面 毕竟它是一个面向年轻群体的手机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做成这种一马全白的 应该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因为一加A4系列并不是他们家的全能旗舰 并不是他们家的影像旗舰 所以呢整个相机模组做的也比较的内敛 没有那么的突出 它采用的是一个三摄 但是它的整体的这个摄像水准 相对来说是比较普通的 只有一颗主摄是5000万像素的 剩下的一颗超广角只有800万像素 还有一颗微距是只有200万像素的 所以它的这个影像性能和小米14 Ultra 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影像模组的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 然后一加左侧的这个三段式的快捷静音键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有一点iPhone的那个快捷静音键的感觉 对iPhone现在都已经改没了 而一加还保留着这个物理式的 我个人很喜欢 这个要给予好评的 然后这一代的一加A4 Pro所采用的边框 是这种不锈钢的边框 这种旗舰感拉满 和他们家的这个正统系列 一加12是拥有同样质感的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机来看一下 它的这一块屏幕采用的是京东方的屏幕 现在国产的安卓手机 基本上用的都是国产屏了 三星已经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块屏幕的分辨率相比较 我手中的这一台小米14 Ultra 稍微要低一些 它的分辨率是2780x1264 而小米14 Ultra是3200x1440 然后两部手机的重量几乎是一样的 一个是224克一个是225克 其实这两部手机也不应该放到一起去比较 一个是旗舰超旗舰 一个是性能旗舰或者是终端 它俩本就不应该放一起比 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有很适合和它比较的一个 其他品牌的手机 OK 接下来呢我需要给它恢复一下备份 然后稍微使用一下 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送的这些配件 一个6A的数据线 100瓦的一个快充头 OK 那么我就先把这个机器激活 恢复一下备份 我们一会再来聊 作为一家的性能旗舰 除了相机模组之外 其他的配置都是旗舰级别的 采用了高通的骁龙8进3的处理器 虽然这款处理器 现在已经有很多机器在用了 但是它依旧是目前的旗舰处理器 然后它的整个系统流畅度 我真的是测试不出来 和其他的手机有什么差距 发布会的时候一家在测试 它的这个打断动画多么的流畅 说实话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测试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件事情完全可以是被针对而优化的 像iPhone iPhone它也并不是说是以打断动画 非常的流畅而著称的对吧 它这个系统的流畅度 或者系统的这种给人的这种稳定度 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的 而不是简单的这种打断动画 所体现出来的对不对 然后这款手机我也去给它装了一些应用 在使用上也都非常的流畅 当然一家有它的一个很好的传统 那就是我们安装谷歌全家桶非常的方便 我也给它装上了像奈飞啊油管之类的 使用都没有问题 唯独奈飞 因为这款手机应该是没有海外版本的 所以奈飞是没有拿到认证的 我们在奈飞上最高是只能看到1080p的画面 因为这部手机面向的都是年轻的朋友 甚至是一些初高中生 所以呢我也来测试了一下它的游戏 然后官方宣称呢有一些游戏是可以达到原生的120帧的 但是我就没有过多的去尝试了 还有就是这部手机它的相机模组是没有那么突出的 所以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手感还是比较舒服的 相比较我的这一台小米14 Ultra 那手感确实要好不少 因为它的相机模组真的太突出了 系统和配置上真的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和大家说的 因为现在手机的配置太同质化了 然后这台一家143 Pro搭载的是最新的ColorOS系统 对于系统的好坏这个也是见仁见智了 我个人是很喜欢ColorOS它的系统的 甚至要比小米的这个澎湃OS我还要更喜欢一些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的屏幕 这块屏幕和小米的这一块屏幕去比的话 虽然从参数上来说要差一点 对了这块屏幕是来自京东方的 分辨率稍微低一点是1.5块屏 然后这块屏幕是来自华星光电的 也就是TCL的是2K屏 从肉眼上看的话 这两块屏幕没有太大的差距 就算是放一些影视片段也很难说哪一块屏幕好 哪一块屏幕差 更不用说分开去看了 所以京东方的这一块屏幕 整体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小米的这个可是小米安卓的旗舰手机 然后说一下充电 一加S3 Pro是可以支持100瓦的超级快充的 它并不支持无线充电 只有有线快充 而且它这一次所使用的这块电池达到了6100毫安时 这是我所见到的安卓手机里面最大的电池了 官方宣称了这块电池可以让我们两天充一次电 不过我个人觉得两天一充 这个倒不是特别的重要 我们需要的是我在一天的重度使用下 它不需要外挂充电宝 这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要回家的 回家都是要给手机充电的 这一块6100毫安时的电池 还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的 我刚才玩了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 它的掉电确实是满满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它的拍照能力 不过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架的影像旗舰 这一台机器也并不是主打拍照或者摄影的 而且它在拍照的时候可以选择的焦段也是比较有限的 默认一倍大概是50毫米的焦段 然后0.6倍呢大概是23毫米的一个广角的焦段 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用它拍的几个样张 我都是用它的主摄来拍摄的 只能说它的影像部分对于我们发个朋友圈 传个朋友是完全够用的 如果你对于影像部分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 它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这台EGX3 Pro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它的性能它的手感都很棒 尤其是它的手感真的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种摄影旗舰的手机太多了 头重脚轻的感觉已经让我有点烦躁了 而这台手机的这个就是前后配比很舒服 OK这就是今天关于这台EGX3 Pro 一个简单的开箱和一个我简单的上手体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āt